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何种内裤较容易引起感染呢 第一个是生理裤 第二个是丁字裤 第三个是棉质内裤 我们先来问一下 千太你的答案是 我觉得应该是三棉质内裤 因为生理裤你会垫卫生棉 所以跟内裤应该不会直接接触 然后丁字裤的话 因为我也没穿过 再的话免质内裤 常常都会有一些黄黄的污漬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免质内裤 那Vicky你的答案 我觉得是二丁字裤 因为我觉得丁字裤的布料太少 然后好像不会洗汗 然后也没办法包到重要部位的感觉 整个包裤就是 那又很容易跟外裤直接就接触到 所以我选二 所以二跟三都有人选呢 博程医师正确答案是 的确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二丁字裤 第一个就是丁字裤它比较湿密一点 它会跟我们的湿密这部分 它会有勒住的一个作用在 然后这个细菌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很容易置身在上面 然后丁字裤又很难洗 因为你不敢把它洗坏 会觉得稍微丢到洗衣机可能就会洗坏 所以在洗的过程中就不知道怎么洗 所以细菌没有办法被你杀死 随便揉一揉 随便揉一揉 对啊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它真的没有包裤 你会跟外裤这一部分接触到 那外裤如果你没有长期在清洗 它上面的细菌会直接感染你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其实是二丁字裤 那提到这个内裤的包覆性呢 我们就很想了解说博程医师 当初这个内裤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主要的功用跟目的是什么呢 的确我们在设计内裤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穿上去 它可以把我们跟外衣做一个隔离 那这个部分我们身体如果有流汗 或者有分泌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不会直接沾到我们的外衣 我们外衣就不会这么需要更换 那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原本设计的内裤就是要让我们更换 所以这部分的一个清洁 如果你不更换的话就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因为这样子而感染 所以原来这个包覆性是它那时候 强调设计的最主要目的嘛 那我们就很想要问说 像前台你自己在挑内裤的时候 你的准则是什么 我绝对不会在夜市嘛 因为我切身之痛 惨痛经验那时候是怎么样 对 因为那时候是跟朋友去逛夜市 然后就看到两件内衣一千四 好便宜喔 就一整套这样子吗 对 一整套 它就是你买内衣它会送你内裤 对 然后我想说 那我们两个一起来凑一件 就是凑一套两套这样子好了 然后结果买了之后 款式都很漂亮 回去之后内裤不是都要先洗过一次 才可以穿吗 那我通常都是拿一个脸盆 把内衣裤丢进去之后 我会先让它泡一下 然后我先做别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再回来看 要准备要洗它的时候发现 我整个脸盆的水都是蓝黑色的 对 我就说这色素未免太多太爆炸了吧 所以就直接丢了也没穿 对 然后也不会在网路上买 因为没有尸体的很危险 会有点怕怕的就是了 那像Vicky妳挑的准则是什么 我通常会挑就是棉质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可以吸汗 然后透气性会比较好 可是我最近发现有一个叫做竹炭内裤 然后就觉得还蛮新奇的 所以我就买来穿穿看 然后就觉得好像真的透气性还不错 而且就觉得竹炭是不是有除臭的感觉 就不会有那种异味 对 会比较好 但是我想请问医师 因为我还有看到一种叫做 酸碱平衡内裤 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功效吗 那小姑姑真的有这么多功效 博程医师在回答之前 我要先来问韩文妳都怎么挑 我其实不太需要挑内裤 因为我妈 因为我妈就是很喜欢一起 帮全家一起买 然后都会短一堆在家里 可是她有一个挑选得准的 可是她都挑蚕丝的 因为她觉得蚕丝内裤最透气 然后你也比较容易干 然后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其实我们要挑选内裤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荧幕上面 她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些挑选的准则 第一个就是不要太紧 不要雷住 然后不要让它不透气 刚刚大家都在讲 透气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选择你的材质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它还是属于透气的 然后除了透气以外 你还要对这个材质不过敏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有些人可能会对天然的材质 我有个同学他是对棉会过敏 所以你要确定你不会对这个东西过敏的话 你再去买 再来是不要太花俏的 花俏或颜色太深的话 就刚刚跟千太讲的一样 因为他可能用的一些色素 或者是化学燃料都放的比较多 然后他没有做过该有的处理 所以当你在洗的时候 他会跑出来 然后还好你有先洗 没有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 所以这部分就不会影响到皮肤这部分的一个问题 再来就是说不要买那种来路不明或者是太便宜 甚至连标签都没有的 那这个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因为当你不知道标签上面它是什么样的材质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来路的话 你有可能穿的时候 会导致你皮肤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个不舒服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说除了现在很 例如说性感的这个丁字库之外 韩文还有所谓的叫做C字库 这个是什么东西 对C字库这个东西 它就是当初其实是一个美国的设计师大卫 然后他为了他老婆要晒日光玉 然后想说不要有那个内裤的晒痕 所以才发明 那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用卡的 卡在你真的 就有点像用卡住的那个方式 然后 所以它就不会有那个内裤的晒痕 可是像C字库这种东西 它其实就会比较可能比较硬 然后它用的布料比较少 所以其实你穿久了还是可能会不是很透气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虽然我自己是没有穿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 但是是听说C字库要穿的时候 你其实需要提臀 抬头挺身后提臀 你才可以让它都卡在那边 不然其实它移位的时候 那个后面的弹性勾起 还有可能会跑到肛门里面去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太舒适的内裤这样 就是它有点像是这样子U字形的一个勾的 对 它是这样卡在上面 那其实讲到这个内裤有各种特殊的这种造型之外 我们知道说天台像你在洗的时候 你也发现有时候会有一些困扰是不是 对啊 因为女生有分泌物都很正常嘛 那我们常常穿内裤的时候就是 有分泌物沾到内裤然后你洗的时候把它洗掉 结果晾干之后隔天它还是 就是会一直都晃晃的 我在想说是到底是洗不干净 还是什么问题 因为有些小酷酷它的材质可能比较特殊一点 或者是它可能相对也比较贵一点 很多人都不敢去用一些漂白剂 去把它做个杀菌的动作 一般外衣我们有可能 会用这样子漂白的一个动作 可是你就怕说我这样子去用一个 杀菌的一个产品 会不会让我的裤子很容易就坏掉 那因为没有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材质 它会渗到里面去 你只有把外面那边洗掉 里面渗进去的材质 没有把它给洗掉 它就会留下这些痕迹在 这些痕迹是累积的 所以可能你第一次洗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洗干净了 可是越洗越久之后你会发现说 怎么会好像颜色上面 好像没办法一直把它清洗干净 这时候其实就该换了 那该换到底多久 才应该要更换新的内裤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各个地方就好告诉你